如果你的猫不开心 那么它也不会让家里的其他人好过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的猫怎么会不高兴 我把它当主子来服侍 我常常帮它揉肚子 礼毛 还有更多 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有时我们这些猫奴 尽管付出所有的感情和忠诚 实际上适得其反 至少这是我最近学到的 让我跟大家分享 十一 别让过度的爱造成不适感 当我得到Max的时候 也就是我的猫主子的那天 我无法抗拒向它展示 我对它的爱意和痴狂 我拍了一百张它的照片 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现在是伙伴了 好吧 它不喜欢一整天持续被拍照 顺便说一下 我们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它特别讨厌闪光灯 对于小猫来说 那炫目的灯光可能太刺眼了 我也会忍不住抱起它 像对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一样的 拥抱它 它给我的回应 并不是亲吻或温柔的磨蹭脸颊 反而是从我身边逃脱走了 显然 当你抬起它们并且紧紧地拥抱 它们会有受困的感觉 这让猫很没有安全感 很容易产生压力或攻击性 所以在对猫表达人类的爱意之前 请先三思 10.不要忽视它们 我知道这听起来与第一点完全相反 但是你知道猫充满了矛盾 如果你没有在猫咪需要的时候 适时给予关注或食物 它们就会不断喵喵叫 或用脚爪爬你的腿 是这样的 猫有自己的时间表 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 它们决定何时是与人类玩耍的时间 当我没有理解Max的提示时 它会跳到我的膝上 并坚持要我的关注 若你用一种冷漠的方式忽视你的猫 会使它们感到焦虑 因而表现得具有侵略性 或者在你的房间里翻箱倒柜 大闹一场 当你更了解你的小猫后 你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异常行为 例如不断刮擦或异常梳理 无论是过度还是根本没有 当这些警报响起时 将你的宠物带去看兽医 是个好的决定 9.不要剪它们的指甲 有些猫不排斥人类帮它们剪指甲 但大多数的猫都无法忍受 如果你的烦恼是猫咪用锋利的爪子 破坏你的家具和墙壁 试着训练它们 或利用驱逐喷雾 使它们远离那些家具 并将它们引导到其他物品 例如猫抓住 另外拔掉猫的爪子 也就是说让它的爪子被兽医截肢 是的 这被认为是种截肢 是一种可能致死的做法 这是一种很高风险的手术 而且它们的伤口在树后很容易被感染 另外如果你的猫养在室外或是跑出去 它需要爪子来保护自己 或是遇到危险时需要用爪子攀爬上树 所以这是不行的 狗狗很喜欢人类帮它们做腹部按摩 但对猫来说可不是如此 我的Max喜欢我轻抚它的小脸或拍它的背 但绝不准我碰肚子和尾巴 我发现猫的胃是非常脆弱的区域 因此保护它是一种本能 所以当你摸猫咪的肚子 而你的小猫不悦地用爪子和牙齿攻击你时 别意外 即使你正在按摩那些看似安全的区域 也要留意猫给你的任何警讯 有时当你用力过猛时 猫会感到恼火 自然会试图保护自己 所以要温柔和尊重 7.不要强迫它们洗澡 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可能有一些罕见的例外 猫咪讨厌水 我想给Max洗个澡 但是当我读到这些资讯时 我发现猫科动物对水的厌恶其来有自 是这样的 家猫的祖先生活在欧洲、非洲和中国 在那里没有太多水域 因此它们不必学习如何应付水 此外 像狮子和豹这样的大型野猫 则将水与鳄鱼联系在一起 因此它们更情愿远离水 老实说 你不必担心你的猫咪变脏 猫完全有能力梳理自己 6.不要带它们去兜风 信不信有你 虽然猫咪可以跳到一个高架子上 并追逐着雷射光绕圈圈 但它们实际上很容易晕车 所以如果你决定像对狗狗一样 带猫咪出去搭车兜风 就准备好清理后续的烂摊子吧 你的猫不会在快吐出来的时候 要求你靠边停车 所以除非你真的需要把它带到某个地方 否则不要冒这个险 此外 猫的领土意识很强 你的家实际上是属于你的猫 至少它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猫不喜欢离开它们的小王国 因此乘坐汽车会带来情绪紧张 当你不得不把小猫再往某处 请记得把它放在一个宠物笼里 至少它会更有安全感 免受这个陌生环境的影响 尤其这个环境一直震荡 可能会让它的肚子受伤 5.让它们远离巨大噪音 你可能喜欢7月4号的国庆烟火 但是你的猫不那么喜欢 事实上Max不喜欢任何响亮的声音 无论是汽车喇叭 吸尘器 吹风机等等 为什么 因为这对他来说听起来很危险 会让他陷入焦虑之中 我曾经只是不小心 把汤匙吊在厨房地板上 他就吓得冲进另一个房间 4.不要打扮它们 我们都曾经做过这件事 但想象中的可爱猫咪服装 却完全失败 Max非常讨厌我帮他穿上小燕尾服 一旦我把衣服穿在他的身上 他甚至无法走路 猫咪更像它们在野外生活的祖先 那些小猫显然不喜欢这些皮毛上的异物 这限制了活动自由 真的 别再强迫猫咪穿衣服了 3.它们不需要你的美法服务 有些猫愿意被人刷里毛 但Max不是其中之一 我怎么会知道 好吧 当仅仅看到一把刷子 就让它发出嘶嘶声 并变得非常焦虑时 我马上就理解了 但是 如果你在小猫身上看到毛打劫了或劫快 还是可以帮它们除掉 你将拯救小猫免受许多痛苦 像是跳蚤 避失和皮疹 2.它们不喜欢陌生人 这包括了不熟悉的猫和人类 对猫咪来说 其他类似的生物代表了竞争食物 玩具和爱情 它们习惯家中的其他猫 认同彼此是同一群的伙伴 但它们不会容忍外人 至于陌生的人类 它们也不欢迎 因为这带来了变化 猫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我的意思是 我们都看过猫被小黄瓜吓坏的影片 对吧 这不是关于小黄瓜本身 而是猫咪以前从未遇到过 这出乎它们的意料之外 新的气味 新的声音和新的面孔 都让你的小猫想逃跑和躲起来 所以确保它们有自己的避风港 Max有自己专属的纸箱 而且旁人物尽 我尊重它的隐私 而它则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我一些呼噜声 1.不要对它们喵喵叫 即使猫对人类发出喵喵声 它们并不指望你也喵喵叫 我从国家地理杂志上了解到 猫发出这种声音 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我可以分辨Max在需要食物 水 新的猫杀 或是讨爆爆时 所发出的不同叫声 但如果你对它喵喵叫 你的小猫会很困惑 好吧 除非你能说一口流利的猫语 并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 哪一个猫咪的地雷让你最吃惊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别忘了帮这支影片点个赞 分享给朋友并订阅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 订阅